我認為在處理疫情,林鄭是一敗塗地 無論是從她以政治去凌駕專業 或是對於民情的錯股充以不民 在行政措施方面是沒有板沒有眼 完全沒有邏輯,完全是混亂 你就知道是一敗塗地 更加大問題是她令香港現在被國際判定 成為一個失敗國道 Bloomsburg,彭博商業周刊 說香港是失敗國家,失敗國家 竟然將香港與委內瑞拉或蘇聯解體之前 那種管治的敗仗相提並論 你就知道她是有幾一敗塗地 這個最近偷50銅刺子的劫案 簡直令我難以置信 你想想香港本來是以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那麼亞洲國際都會見稱 我們一直以為我們是高於澳門特區 賀一誠特首,起碼都六七班馬 誰知今次處理疫情 林鄭就是輸賀一誠N條街 即是無論你說口罩、買米、廁紙 或者你是適時地去追蹤那些湖北的入境者 可能是戴疫者 怎樣去處理市面的一些緊密接觸的情況 每樣都好像香港是跟著澳門特區走那樣的 你就知道其實林鄭 現在不單止是令到香港人惶惶不可忠人 而且是因為她失效的管治 所以我覺得是令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隨時不保的 林鄭是錯失了一個良機 本來你遇到今次的疫情 你是可以果斷的 適時的去做一些措施 令到香港人是安心 覺得那個政府是有所作為 就不用每天去彷徨地 去撲口罩 銅鑼灣賣到二千元一合五十個 連米、廁紙都要搶 她本來如果真的好打得 你就打幾招給我們看看 但她這次完全沒有做到 反而就被賀一誠拿了彩 兩個都在特區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中一件事我覺得 就是賀一誠明白 是有一國兩制 林鄭反而不明白一國兩制如何操作 她反而是覺得香港要看著 習大大的眉頭眼睛 因為聽說習大大有很多事情搞的 如果她常常上部中南海 要等到批示才做事 往往就一萬多拍 她又不夠膽自己拿捏 所以我覺得這是制度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特首 你本來就應該好女兩頭門 是吧 你有兩個波士的 她可能選舉都是這樣說的 你找回她的帶 但她說一套做一套也不是 她現在走到這個位 明顯就是 她要揣測上意 甚至是要上面 批示了她才敢走 半步 全部都萬幾拍 你如果要防疫 疫症就不等你 那你當然分秒必爭 那你如果慢了幾拍 你就搞到一鍋泡 所以當然最終我覺得香港人 經過了 這個2014的 七十九天佔領 經過了過去七八個月 我們明白對我們這個制度 產生的那些全部是走廊飯袋 只是懂得要去聽中央之底 自己做事沒有原則沒有底線 甚至IQ160那些 現在看起來像IQ60左右 你就知道 這個制度 是只能夠起用一些 沒有獨立思考 沒有行事的原則底線的人 他們只是務求要擦靚上面的鞋 這些東西就是造成今天敗仗的 最主要的理由 現在香港人已經是林鄭 說太陽明天是由東面升起 我們都不相信 林鄭叫我們不要戴口罩 何柏柏梁教授 袁國勇教授就說 你千萬要戴啊 如果在公眾的地方 你去坐港鐵 坐巴士 一定要戴口罩 林鄭就跟你鬥氣的 那 我真的不明白 你只是戴口罩而已 連習近平都戴著口罩 去鼓勵一些醫護 林鄭去過醫院沒有 據我看 報道 她就一次都沒有去過 她只是去那些 什麼度假村 準備是用來接收一些 要因疫情而隔離觀察的 那些可能中招者 她就去看 那些人還沒有去 是在裝修的人 指指點點 說這個廁所改裝 那個人就是這樣去水 她一次去過醫院 都沒有去過 習近平都戴著口罩 她竟然是不戴的 她現在是什麼事 她連習近平都不跟 我以為她馬首是尖 人家習近平做這件事 當然都是做了政治show 但那個show都很好看 你這個妹仔連大老闆做show 那個信息 你都不收到 那我幫不了她 但我不知道她為什麼 總之簡單來說 林鄭呢 其實你看到 她是做事沒有邏輯的 她最經典的一句 就是我叫官員節省口罩 不要戴 戴著也要脫 這句話說得太過分了 太囂張 佛湖了 亦都激怒了十幾萬公務員 你是誰 我戴了口罩 你叫我脫 那麼厲害 你叫我不戴 那你就不戴了 你說戴著也要脫 那口罩 口罩 口罩 戴完了 是嗎 是嗎 除給你姐姐看 讓你可以均臨天下 滿足你的 這種權力欲 要說什麼 所以她整個人 我覺得是有病的 就是病得很重要 這也不只是我說 因為我可能沒有資格 但是有些心理學的醫生和專家 就看過她的行徑 作為與不作為 她的言談舉止 簡直說她是有一個什麼叫做 反社會症候的表現 根本事實上 兩個星期前 她開的行會前記招 未曾出輔導門之前 她都戴著口罩 一出去就除了她 那是什麼事呢 我覺得只是表示 她是當這是政治鬥爭 或者跟香港人過不去 鬥氣 跟公務員又是鬥氣 你明明未走出去 搏咪那個位置前 你是戴著口罩 她收那些什麼請願信的時候 她是戴著口罩 那為什麼見著那些記者 一百幾十人不戴口罩 因為信得過你們的記者 個個都一定是百分之百健康 是不是這樣 還是怎樣 我覺得她是真的有一種共產黨 那種政治鬥爭的一種心態 就是她覺得 她覺得她自己賭心賭命 可能廢審忘餐 就為香港人做事 你們這幫刁民 是不單止不抱著她的親愛 還令到她現在仕途堪餘 隨時會報黃志民 將表明後塵 她心有不甘 心心不憤 那她要鬥 她就當你殺父仇人 不共戴天 就和你鬥 所以其實香港人 老早已經是 林鄭叫你走東 我們就向西 林鄭叫你走前嗎 最好你就退後 如果不是呢 你就自救不了 我都說很幸運 所以這個疫情是在我們八個月的反送中的運動之後 令到香港人很多都已經有最深切的反省 就是靠政府沒有運行 一定要自救 我們現在挺好的 自己就自己就覺得挺好的 你想一下 你看那些不同的專家 教我們自己做搓手翼 自己製造布口罩 令到那些紙口罩用得比較長 全部這些 或者自己減少那些社交接觸 大家在家門口弄地毯 踩一下漂白水 全部東西都是自救的 我真的覺得這是不幸中之大幸 因為我們已經對這個政府是完全失望 沒有任何寄望 知道要自救 我們現在正在救自己 他做這些防疫基金的措施 當然是對的 因為現在很多香港人水深火熱 你現在出去店鋪看看 食肆真是門堪羅爵 真是沒有人的 有些二十多桌的食肆 晚上只有一至兩台 是有客人的 你就知道 水深火熱 但是我怕林鄭 她說這些東西出來 但是做就像兩年前派四千元那樣 今天還有人收不到 但是初步她已經說了 就說她那些這樣的叫做緊急援助金 可能最快要四至六個月 才派到手上 四至六個月就結束了 所以你什麼事讓她做 都是不行的 所以我對她就沒有什麼寄望 但是當然我覺得她所謂派錢這件事 她的套路都是老一套 想不到其他辦法 是不是 那就請你先吃糖 希望你可以放她一馬 但是我覺得她省一點 錢我們會照收 不過罵她是多罵幾句 因為現在整個情況就是這麼簡單 早前 就是過年期間之前 我們不是出去街上寫輝春的 她不是公佈了那些什麼十大 什麼 是 紓困措施 那些寫輝春走過來的那些阿嬸 就直接說林鄭 你以為真是關心我們嗎 林鄭是因為我們逼到她賣場 她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而香港的民情不是這樣嗎 我覺得林鄭月娥 現在走到今天 你看到香港人對她已經完全失望 亦都不會再有期望 一定要換香港才有運行 因為除了她自己跟各種跡象顯示 是有些病之外 我覺得她有很多位已經是趕死了 譬如她說警察 三萬個警察是她唯一的朋友 即是這麼上意思 即是她是靠她來鞏固權力的 她說我一定不會去背叛那些警察 這樣是上意思的 那你就趕死了 或者她說我一定不會成立到調查委員會的 那又趕死了 或者她現在在公務員團隊裡面 已經流落這麼多被人瞄的行為 你不換她 是全部好像是一些死位 所以我覺得林鄭是應該要更換的 至於你說沒有人 很多人都這樣說 因為習近平找不到的人 共產黨如果不改變 她從1997到今天 去怎樣找特首的方式 當然是沒有人肯做的 為什麼呢 你想想我們幾個特首沒有一個好下場 無論她是進場的時候 民望多高也好 到她要離場的時候 一定是完全不似人形 民望是完全不能挽回才能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制度問題 現在大家看得很清楚 之前可能不知道 但是看完2014 79天佔領 看完過去八個月的反送中運動 看完這個抗疫政府的作為與不作為 就很清楚 原來中共是要香港的特首 為中共馬首是瞻 對於基本法承諾 我們的一國柳制高度自治 港人自港 原來是說了當做了的 那你就知道 如果制度不變 你不是一種比較破格的 從根本地的改變 你是很難找到一些好人 是肯為香港出力的 最大的捧刺 或者可以說是悲哀 或者令人沮喪的地方 就是怎樣呢 香港是厲害的人 在各行各業 執政世界牛耳者 其實是不少的 這樣才最要命 你說香港根本是人才凋零 林鄭是真是最厲害的 那我認命 但是不是 現在林鄭在做了這三年不夠 她是老幾 香港在中環你逛街 隨時撞到 沒有要約定的 迎面而來的人都比她厲害 那這些人為何不肯為香港去貢獻呢 因為明知道 如果你中共是要找一些 只是聽命於中南海 而自己是沒有行事的原則底線 沒有理念 離地 血離民情的人 為了她方便駕馭 那你就一定找不到好人 就算這個 IQ上升到60 都可以 因為坐在局長位 馬上跌到 只有60 不見了100分 你就知道 怎會這樣 有時候很難想像 變成她現在 想找的人 全部都是 一些 是 即是 攀附權力 盲目相信權力 但是又想做一些事的人 就只剩下這些人 你稍為 是有一些自己獨立思考的 行事是有板有眼有邏輯 有創意 有軟健 那些人 全部都 因為她覺得很難駕馭 信不過 就不用 所以現在 我想走到這一步 我希望 共產黨 如果她可以過到這一關 在內地 在疫情 她過到這一關 她就一定要 從根本地 去尊重香港人 尊重一國樓 就是高度自治港人自治港 才有希望挽回香港 在國際間的一些信譽 令到香港不會淪為 中共的白手套 香港人 我想 走到今天 在97之後 數到23年 我們就算以前未醒 現在都被林鄭 好像炸彈一樣 炸醒了 那麼我們公民社會 既然已經是醒覺了 我想 接著 我們就真的要 為公民社會去衝拳 令到多些人 是可以有一些門路 可以去 為香港作出貢獻 其實現在我看到 很多已經在發生 在發生 譬如你說 簡單如 那些飲食界 現在說 有人要出來 要登記做選民 就要將這個 紅霸 這個飲食界 多年的人 就將它 砌低了 這都是自救的表現 我覺得 香港未來的發展 我想是要倚上公民社會 既然已經覺醒 接著就是要為公民社會 充權 然後大家 就不忘初心 去建立香港 應該有的 那種格局和高度 iale 賺 一 一 二